那么看A股今天呢就是走出了一个主动的进攻 我们已经很充分的肯定防守反击 而且不是空手是进球了 取得了结论性的一个效果 那么后面呢就是看这次呢 防守反击之后呢它的一个扩散 比如说把市场情绪呢稳定住 把成交呢活跃度提升上来 然后热点的进一步扩散 这几个呢它只要做到了 那它必然是会越走越强的 因为这时候呢就是只要你补量 然后补形态 然后人气呢就会跟进 然后呢就很多投资者呢 是可以照着跨年那样去安排的 启动新的热点 启动呢充分调整的板块 它能够带来的市场预期呢 就是它的走势呢是可以跨年度的 它有可能就跨过去了 如果到后面呢基本面的也支持 那这个跨年度呢就变得顺理成章 所以这个时候呢发动的行情 我们把它看成呢是中线级别的 中线级别的 因为调整的时间很长 现在呢联动性呢不错 然后位置呢还都很低 位置总体上面来讲很低 茅台市算走得快了 从1600那里呢到今天 2100对吧 涨了500块钱 500块钱呢就是30% 这是一个领先的品种 其他呢都还是比较低的一个位置上面 哪怕是五粮液呢都是20%附近 这样的一个场幅 那么从消费和医药转强来讲 我觉得是可以看中期的 而且呢这种看呢是把它看成的 对基本面的领先 倒不是说基本面呢已经见到确认的好转 比如说像消费 我估计呢消费呢还是会反复 对吧 涨价呢也不一定呢能够转化为 真正的价格的提升 但是呢极有可能呢 就是市场呢一是最悲观的 情绪最悲观的时候呢过去 这样呢它会体现做出反应 二就是经过那两年的疫情之后 它总还是压抑着嘛 如果说疫情呢真的是逐渐的往好了走 那么整个呢也会逐渐的盘阔出来 我觉得这是第二 那第三一个呢 虽然我们从政策导向来讲 是需要去推动新能源啊 转型啊制造业等等这些 但是呢从中国经济的发展阶段来讲 它就是造了一个消费的阶段 就是消费呢逐渐扮演主角的阶段 这个你绕不过去 这个绕不过去 你北上广深 那消费的占比都在80% 你怎么够把它打压掉 然后去转 转制造业转什么 制造业呢不能放弃 要做强化 但是呢从经济体量当中呢 应该是不可能占特别大的体量 那假如说明年的经济结构 外需那部分略有减弱 对经济的进贡献呢进一步的减少 然后投资呢又不容易起来 起太多 那么主战场还是在消费上面 基本盘还是在消费上面 然后如果说新能源这些呢 经过爆发性 这个推动以后呢进入一个调整期 那你投资的角度都是打提前量的吧 对吧 那也只能资金的从防守的角度 从避险的角度 从边际改善的角度 那可能都是会往消费啊 医药啊这些方向靠 我觉得这是非常可能的事情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